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本来上市贵包括新贵公司 有80%的挂牌公司 在6月要开股东会 现在全部都不能开了 因为到上周五就是最后 股东会在这次顺延之前的一天 上周五之后 从今天开始 所有已经预定的股东会 都要顺延到7月1号到8月31号 也就是延后了 那这个是史上第一次 这个股东会延后 那当然会影响到 就是说纪念品的发放 跟这个鼓励的发放 不过有些公司 因为它有授权 就是说董事会 可以不经过股东会 决定股席的部分 但如果是股票的话 配股的话 那就因为涉及到股本的变动 它一定要经过股东会 这个股东大会 但是如果是只有席的部分 只要有授权董事会 相关公司章程有授权董事会 可以不经过股东会 所以蛮多公司已经宣布 发放股利不变 包括像大力光 像台积电 今天也有 也有像是环球金 中美金也宣布了 这个原本要发放股席的时程不变 但是股东会就势必要经过董事会之后 再延期了 因为这个股东会召开时间地点都要经过董事会的 所以这个是势必要延期 另外电子投票的部分 还是依照原定的股东会的时间 在股东会举行的前一天的下午两点 要上网公告 到这个相关的网站上去公告 吉保相关的网站上去公告 那今天是东元原定的股东会 5月25号 这个父子大战 今天要 今天会是新闻的重头戏 但是今天因为股东会延期 但是东元的电子投票 我刚看到新闻已经有大概27%的票投出来 电子投票 今天下午两点的公告 黄茂雄这一帮是胜出 就老爸这一帮是 这个拿到绝对多数的 看起来 这个黄玉仁这边要加把劲 如果要拿下一些董监席位的话 他要加把劲 那另外美光公布最新一季的盈益率很亮眼 超越南韩双雄 美光还是很厉害 美光最新一季的财报显示 这个是根据日经亚洲新闻评论的报导 三星电子半导体 这个利润率的下滑 可能影响他在半导体代工制程 跟显示技术领域的投资 最新一季的财报显示 三星电子半导体部门 盈益率是18% 大大的低于美光记忆体 大大低于美国记忆体大厂美光的20% 你不要说差两个百分点 差两个百分点差很多 这是差10% 所以说 这个现在目前 竞争力就在三绿的显现上面 我觉得电子业 虽然说大家比营收 但是三绿其实更重要 盈益率 净利率 这个毛利率 这些利润率的提升是更重要 这是竞争力 好 那我们赶快来请教 投价日报 孙庆永总监 这一波台股 弹上来1000多点 到底是逃命还是反弹 是逃命波 还是给大家回升的 到底是回升还是逃命波 清隆你好 孟瓦哥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那你觉得 你觉得这个是什么样的行情 我觉得逃命波的机会 其实是不大 其实我从各个面向来看的话 当然台股不太容易出现 很快的时间出现V型反转 但是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 它应该会在这个地方 去稍微盘一段时间 那我觉得这个礼拜 应该投资人最关心的议题 应该就是台股的多头格局 能否校正回归到季线之上 那目前是被市场誉为 生命线的季线的位置 在16531点 所以我觉得这个礼拜 大家观察一下台股 会不会跳到这个季线之上 但是我个人的观察 大概就是会在这个地方 开始做一些震荡 因为毕竟我长期在观察 台股的一个上涨的叙事的时候 我会去统计均线 呈现多头排列的加速 那这个均线包含了月线 季线 半年线跟年线 这四条均线 那这四条均线 其实在4月30号的时候 曾经来到最高的加速 是1050加 台股也是在4月29号的时候 公高到当时的历史的最高点 17709点 17709 4月29号 那之后就开始的 台股开始快速的下坠 那均线呈现多头排列的加速 也从1050加下降到隔一周的1031加 再下降到隔一周的890加 那最新的一个数字是掉到641加 所以这个下坠的速度 其实很快的过程中 其实也反映台股这一波的一个下跌 确实是盘面的结构 确实已经乱掉了 在乱掉的过程中 其实它比较难快速的出现V型反转 那我觉得在没有那个条件V型反转的过程中 应该最大的一个可能 大概就是在这个季线 这个位置开始 这边进行一个横向的一个整理 那当然我不认为它是逃命坡 所谓的逃命坡是指说 整理完之后再继续再往下探底 那我觉得这往下探底的机会 其实是不大 其实有几个原因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 其实我们在看 我们在判断就是很多的时候 像台股这一波 已经强谈了1272点 因为在上周五的时候 有来到了1643一 如果以5月17号的最低点 15159点来看的话 其实它已经谈升了1272点 对啊 因为包括那天就是5月12号拉的下引线 其实那天也很关键 对非常的关键 这根的下引线 其实也代表市场原因在这个地方 曾经的力道还蛮强 那天台积电盘中最深的时候 跌到518 收盘收560 你看刚单一张台积电就差 从盘中最低点到收盘点 差了42块 4万多块 因为5月17号 那个算是恐慌性的卖压 那当恐慌性卖压的时候 其实会容易形成所谓 多杀多的一个状态 大家知道其实这段时间 其实台股它的一个筹码是非常的混乱 这所谓的筹码的混乱是因为有太多的投资人 太多的散户 其实把台股当赌场 每天冲来冲去 然后用一个非常比较投机的交易的方式 其实这个比较投机的交易方式不只反映在当冲的金额的不断的上升上 它也反映在融资的水位上 其实像在4月29号的时候 当时的融资的余额 我看一下 融资的余额应该是来到2740亿 这是在4月29号就是当天台股收在最高来到17719的那一天 然后那这一路的下沙 下沙的过程中我们有去观察那个融资的一个水位 已经从4月29号的2740亿 然后大降到上周五的2199亿 融资降掉600亿左右 540亿 540亿 这个是上市吗 还不算上跪吗 对 只有上市而已 不算上跪的部分 那其实融资其实已经大减了19.7% 那一般我们过去 我们在看市场的筹码有没有机会进行沉淀 或者是出现有利多方的筹码结构 其实我们会去看股价的修正的幅度 跟融资修正的幅度 有没有出现一个等 至少要出现相同的一个状态 大家觉得才是一个比较正常的 好的一个发展 但是这一波的融资下降的幅度 是来到19.7% 但是指数 指数是从17566 这收盘 4月29号的收盘17566 然后上周五的时候是来到16302 修正的幅度大概是7%多 所以换言之 融资大概已经大降了两成 然后指数只有 大概跌了7到8%左右 所以换言之 其实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融资的减肥 的速度 捡得够了 非常快 而且捡得非常够 但代表这些融资户也受伤很惨重 很多的投资人应该是重商出厂 这样子 对 所以这一波 因为其实在股票市场中 其实我常 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之前节目 一直在提醒大家风险 其实我们也是善意的 对啊 其实一方面是风险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要避免自己 在股票市场中遭遇那种比悲伤还要悲伤的事 股票市场中 你现在知道那个陈生吗 把悲伤还给悲伤吗 我觉得在股票市场中 比悲伤还要悲伤 其实有两件事 第一件悲伤的其实就是 你被迫卖债便宜价 这个其实很多股票明明已经跌到很低点 你还是被迫得砍出来 那他有可能你会被迫砍出来的原因 第一个可能是你借钱买股票 第二个是因为你扩大杠杆 其实我们上个礼拜 其实就有感觉到 那个融资的万件启发 还有很多的投资人是自我了断的 不是自我了断 就是自我去做风险控管的这些方式 这些方式其实就会让你被迫卖股票 那很多时候恐怕性杀盘杀下的过程中 为什么会出现所谓的多杀多 其实就是因为很多投资人 他必须被迫卖股票 在被迫卖股票过程中 其实很大原因 他们都是扩大杠杆 所以其实长期来我们都主张 尽量是用现股去操作的好处 所以你也是不用融资就对 我不用融资 像我个人也是都不用融资 我只有年轻的时候有比较会用融资 但是年纪增长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用现股操作 其实操作的档 其实就可以创造出不错的理论 那你玩当冲吗 也不玩 我不看牌还玩当冲的 我也不玩 所以上个礼拜五二零那天 你知道当冲比多少吗 50% 史上最高 从来没高过到当冲比到50%的 真的是突破五成 就是有太多的投资人 把台股当赌场 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跟大家讲 其实我觉得也 他们的心 就是说当冲那么高的心情 我也可以理解 就是因为大家不知道明天会如何 所以就不敢留股过差 那留股票过夜嘛 嗯对啊 但是变成你在投资的时候 完全就在拆价格了 好好好 那契隆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们再进行第二段的访谈 还有一个悲伤等一下再说 还有一个悲伤等一下再告诉大家 50%我真的也觉得很扯 这个 我没有听众朋友说50%很扯 我真的觉得超扯 但其实50%不代表说一半的股民在当冲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那个是买进卖出的总成交金额 在买卖的总成交金额 就当冲的金额 是以金额 所以说那个金额不代表一半的人在玩当冲 只是说金额确实达到买进跟卖出的一半是当冲 因为有很多大户他们也是要搞当冲 所以那个金额很大 那我要恭喜没有赔到的我们的琳达 还有过路人间 这些人没有赔到真的很厉害 这一波其实能经过大跌的考验洗礼的投资人 我认为都是投资很成熟的人 能避开这个风险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老木华 请教投资爱日报 新闻中总监 亲王你刚讲说有两个悲伤嘛 对不对 比悲伤还要悲伤 对 那一个悲伤你刚讲的就是被迫卖在低点嘛 对 那还有一个呢 我首先讲被迫卖在便宜价或低点 其实它有可能会有两个原因 一个其实就是你扩大杠杆 你可能因为维持率不够被迫得卖股票 那第二个其实就是不是用闲钱在做投资 那这个确实是在投资上 如果你要比较理性的去看待的话 其实闲钱投资是一个蛮重要的原则 那至于闲钱 什么样子的钱叫闲钱 其实有个定义 像我自己的定义是这笔钱大概一年内都没有指定的用途 这样子的钱才算是闲钱 你不能把你下个礼拜 你要帮小孩子交补习班费的钱来做投资 那你就有可能遇到比悲伤还要悲伤 所以妈妈买菜钱被人拿来买股票了 不然的话明天上菜市场就没钱了 所以就是不要尽量避免自己有可能会卖在便宜价这样子的状态 那第二个悲伤其实就是当系统性风险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看到很多的股票很便宜 但是你已经没有现金可以减便宜了 所以第二个悲伤就是看到台积电已经掉到跳楼大拍卖价格的时候 你已经没有钱可以用 那台积电到底是多少 跳楼大拍卖 我上礼拜帮他试算过 在五三六以下 以这一两年的台积电的获利表现 大概五三六以下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跳楼大拍卖的价格 那像鸿海是在九十九块以下 就是非常便宜的价格 以他今年的获利表现 我们所计算出来的便宜价 所以其实在股票市场中 你要怎么去避免让自己比悲伤还要悲伤的这两件事遭遇到身上 当然就是第一个就是要用现股操作 不要去借钱买股票 然后用闲钱投资 然后第二个就是尽量在某些时候要尽量保留大概两到三成的现金 这两到三成的现金是以备不实之序 那你现在持股几成呢 我上礼拜是说八成五 现在还是八成五 所以你还有一成五的现金 我还没用到 我平常我的持股大概是七成 大概三成左右的现金 然后这一波台股大跌的时候 我又动用了一成五的现金进去 所以就是希望能够在当系统性风险来的时候 那种恐慌性卖压杀下来的时候 真的很多的好股票都会掉到非常便宜的价格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手上有现金 其实你就可以去创造你日后一个股票资产快速累积上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气息点 那反弹是逃命还是回升呢 目前看起来我觉得这波已经反弹1200点了 那在这个过程中应该会在这边横向的去整理 那整理的过程中 我之所以认为不会出现逃命波 就是会往下再破底的原因是 因为其实我们在看任何的一个股市接下来的走势 怎么说会变逃命波 其实就是没有基本面展望 就会变成逃命波 就是股价反弹就要卖 因为它没有任何基本面展望 现在不是啊 现在基本面不错啊 基本面蛮不错 因为首先各基本面的展望 每家公司各有不同啊 所以投资人要自己去逐一的去看你自己手上持股的公司 基本面的状况到底 展望我讲的是基本面展望 不是基本 就是如果是看第一季的获利 第一季台湾上市会公司的第一季获利是创历史新高 跟去年同期相比 成长180% 但是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我们要看 因为股价是反映未来三到六个月嘛 所以所谓的 基本面展望是 不是看第一季 是看它接下来第二季 第三季的展望 是不是还是持续的好 那每家公司的展望不一样 所以投资人要自己去做检视 那但是如果讲台湾的基本面展望啊 其实我个人的从各个数据来看 确实到目前为止都还是相对较乐观了 而且是一个蛮不争的一个事实 那谈到了台湾的基本面展望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指标大家可以关注的 其实就是外销订单 就是这个所谓的外销订单 就是我们的厂商他接到客户下给他的订单 那这些订单会反映在营收跟获利 可能都是要三到六个月之后 所以外销订单如果表现好 那当然公司的营收跟获利的期待性就会较好 那根据经济部的一个统计 其实台湾四月份的外销订单 是较出了549亿美金 年增率是高达42.6%的一个成绩单 它已经连续五个月 年增率都超过29.7%以上 所以其实从这个年增率 其实都还在持续维持在高档的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可以很合理的预估 未来三到六个月 台湾厂商的业绩展望 确实是相对的叫明朗 那过去我们在看这个外销订单的时候 其实绝对的数字 那个金额其实没有很重要 我们比较观察的是那个年增率 那一般而言只要那个外销订单的年增率 能够一直维持在正数以上 那大部分都能够提供台股的多头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升的力道 那现阶段你看好什么类股呢 现在其实我们从外销订单的状况来看 其实是所有类股都好 真的是没有一个类股是它有脱对的状态 那其实我们看我们进一步追踪 四月份的外销订单的状态 资通讯 资通讯的产品的年增率是超过四成 然后电子产品是超一到四月 年增率是47% 那光学器材年增率是48.1% 然后连基本金属年增率都来到44.5% 然后像机械年增率有39.4% 塑胶制品年增率有54.1% 化学品年增率也有26.8% 所以看起来其实台股的 就是台湾的这一波的经济的一个成长 它其实不是只有 不是只限于电子产业 它是涵盖了所有的产业 所以我觉得在所有产业都出现了一个 未来的业绩展望都普遍蛮好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台股的百花齐放 跟肋骨轮动的这种多头行情 应该是还有期待 所以照你这样讲 你认为它应该后面还会再创稿了 对还会 17709会突破 17709会突破 4月29号 哇塞 今年可能要加把劲了 长时间一定会突破 我记得之前我有上过 木华哥的节目 那时候在好像LINE的节目中 我有说今年的高点可能会在5月份建高之后 就是开始 那是过年 那是过年的时候 对 过年我们录了一集专题 对 那时候大概高点 一般一波到底的这种多 大概5 6月大概就是一个高点 那这一波的17709已经建高了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 就是再好的行情也会有赔钱的标的 再坏的市场也会有赚钱的股票 所以我觉得指数的高低 其实我们只要确认它不会出现大幅崩盘的风险 这个大幅崩盘因为它是出现系统性风险 那不管好公司坏公司都会跌 只要没有确认这个指数有出现系统性风险的状况之下 其实个股的选择其实就还蛮重要 那个股现在选什么呢 我上礼拜有提到说 其实我自己一直在这波跌下来的时候 我还是有聚集在加码半导体设备 那另外其实我也有一部分资金其实是放在原物料族群上 哪个产业 钢铁吗 钢铁对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所有投资原物料 就原物料的族群里面包含了钢铁人 然后还有航海 今天航海真的太厉害了 盘中的时候占大盘的成交比重一度冲高到49% 然后还有蜘蛛人 蜘蛛人也是原物料族群 什么蜘蛛人 纺织群啊 原来纺织群叫蜘蛛人 我突然前几天想 大概可以好像用蜘蛛人来形容它 可能蛮贴切的 因为纺织群今天也是全面性的喷出 那其实所有原物料谷的操作 它都是有相同的逻辑 这个逻辑其实有三个主要的一种动向 我觉得接下来大家在操作原物料谷的时候 你应该要有这样子的策略 第一个大家比较在意的是 这波的多原物料股的这个大多头的行景 会不会出现由多翻空的一个变化吗 那但是我们在看这个由多翻空 有没有可能出现变化 所以就有两个指标可以去参考 第一个其实就是看月KD 如果它月KD只要还没有出现高档死亡交叉之前 你都可以假设它的多头行情还会持续 像这一波的航运股钢铁有很多的股票 它涨了这么多 即使经历过这个四月底到五月初的这个大修正 它们都还没有出现月KD出现死亡交叉 所以我觉得在月KD还没出现死亡交叉之前 你都可以假设它的多头的力道还在持续 而且不要预设高点 不要认为什么航运股涨到一百块就不会再涨 或者是钢铁中钢涨到四五十块就涨不上去 这个都不要预设立场 因为这一次的原物料的行情 是建立在联准会跟各国的央行疯狂印钞票 所造成的通膨的上升的这个的基础之下 那我觉得这个影响才在这一两年 才会开始慢慢的越来越明显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多头不要太明显的去预设高点 那第二个其实就是 它下就是他们的产品的报价 如果出现了不涨反跌 甚至反跌的状态 才能去假设那个多头的力道可能已经结束 那目前我们看起来是几乎所有的 不管是货柜货柜的这个报价 像今天其实就应该说 最像上海航交所 它就有公布最新一期货柜运价的指数 还在涨 还在涨 跟前一周还涨了2.66% 那甚至纺织股的很多像上游的原料 像梨龙蜜 对这个也从 过去段子也从每顿1400元已经涨到2100元 然后现在目前还在持续的走升 所以只要这些 甚至钢铁也是一样 钢铁我们看到中钢的报价也在上升 然后所以只要这些原物料 它的下游 它的这些 应该说原物料的价格 都还在涨价的过程中 这个多头就还没有结束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 一个是从技术指标来看 一个是从那个产品的报价 那像面板也 面板也算是紧急循环 我看面板的报价也在持续的走 面板好像感觉市场比较有疑虑 对 今年第四季 对 这个会疑虑比较多一点 对 这波面板跌很惨 但今天两只老虎又发挥了 对 但是问题是他们都从30块跌下来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原物料的出去 我是比较尊重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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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 谢谢 谢谢